这个螺丝是美国生产的 美国生产这螺丝呢 它是偏心的 它这个偏心的螺丝干什么用呢 比如说我这个台面 这个台面呢 就是那个洗床的台面 在这台面上呢 比如说要是像这个玻璃上面要 加工一些孔啊 或者是一些形状啊 这都需要把这个玻璃给它hold住了 当然这玻璃不行了 就是比方说钢板还是铝板 这把这hold住了呢 它转起来 它才能够让这个金属材 让它不动 这个螺丝就是干这件事的 这个螺丝 这个螺丝哈 它可以呢 它就是给它一拧紧了 它就把这个给hold住了 它就利用这个 给它hold住了 这个 它来加工那个 用洗床加工零件 这个它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螺丝呢 往往是低于这个 这个金属材料 比方说金属材料 如果要是这个 你比方说用其他的家具 比方说也可以用这种家具 就是隔个板压着它 但是它就加工起来就不方便了 有的时候它需要表面需要整个加工 它用这螺丝呢 就非常方便 所以这个 以前没见过这种家具 后来啊 这种还挺方便 就是搁上一块铝板子 上面 抛光 就是 就是 切切削这个表面啊 让它平了 这样呢 就搁了一个 小螺丝 当然 不能说搁一个了 就对头那边呢 是顶着的 这头呢 就用三个螺丝 或者两个螺丝 把这块铝板 hold住了 这样的话呢 加工起来就非常方便 两个螺丝 和 铅 匙 对 我